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 中国已发现首例由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病株BA5感染者 周报表示 一架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航班 在今年的4月27号抵达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乘客转移到了隔离酒店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 并且定期接受新冠检测 其中有一名37岁的中国男性乘客 4月29号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被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 该病例是于4月25号从乌干达出发 26号在阿姆斯特丹转机 27号在韩国首尔转机 这名患者已接种了4剂次的新冠病毒疫苗 确诊之后 这名患者被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接受治疗 康复之后于5月12号出院 是的 经验组测序显示 这名患者感染的是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BA5变异株 BA5变异株引起了南非近几周以来的疫情增长 并且在三个月之内 传播到了其他19个国家 在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葡萄牙 BA5的变异株导致了病例数增长 研究表明了疫苗接种程度 以及各国BA2疫情波次的高水平 有可能对BA5的出现起到了作用 目前仍需要持续献测和分析 这一亚型的特征和影响 是